多謝你們,請坐,請坐 剛才你們寫了你們的願望 不如讓誠英師傅看看 有甚麼原機在分析 子行問健康 但他選了金元寶 金元寶其實象徵著錢 即是說,其實子行今年拼盡賺錢 要注意健康 尤其是金代表刀劍利器 屬於本身,他寫英文 最後畫了一個公仔在笑 同時有兩個心 兩個心很直接代表感情或愛情 一個心不夠兩個心 即是說,緣分度或桃花因緣運不錯 我看見黃哲恆真的很賣力 你每天都要健身,是嗎 拍那套劇時是每天都要做的 拳王時嗎 拳王時,對 有機會可能運動傷害 特別像Hugo 之前明星運動會 踢球又搏,跑球又搓 但一搓,搓身的大腿 是嗎 是的 因為經常都會受傷 其實我通常受傷都是來自運動 之前Jessica是否試過有墮馬意外 是,我之前也試過 那時其實馬很乖 說你不乖 說你不乖 是,我不是… 是嗎 是,因為我第一課在第一課跳難 馬就很自動地跳 我害怕,我就拉喉 然後被訊號錯了 然後他一下子拋了我到地上 那你們兩個都很容易受傷 是,成瑩師傅,我想知道 在玄學上有哪些人的命格 是容易受傷的呢 我們會計算叫做天羅地網 原來天羅地網就包括 就是屬狗、屬龍、屬蛇和屬豬 這四個生肖 如果你基於這四個生肖 其實已經有潛在性 是容易比較多危險 甚至乎突然而來的意外 是容易發生的 如果你出生的月齡 是農曆的四月 農曆的十月 農曆的九月和農曆的三月 亦是臣率自害的月份 情況應該再提升到阿寶 再看時辰 就是致時,早上九點至十一點 開時,夜晚九至十一 臣時,早上七至九 夜晚,率時七至九 都是代表臣率自害之中 我還中了兩半 我還是中了兩半 不知道是兩半 是嗎? 我可以回家 沒錯,因為你走運的時候 從五十四到四十四之間 你走進那個叫庚蝕大運 就將天鵝地望的運再加一倍 即是那十年之中 你真是山門都容易劫傷手 阿波都容易扭傷手 熟兒其實它本身是熟蛇的 因為生肖上也符合了 五行特點是寄火土 凡親土就代表跟山、土有關 跟宗教有關 你是避忌的 跟火有關是要小心的 進廚房煮東西 燒煙花、點炮掌那些 特別要小心 你喜歡騎馬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但是馬是火 你要很小心處理 這樣容易受傷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 去到老虎年 即逆馬會比較厲害 會不會特別多一些交通的意外 整體上 太歲位正正在東北位 同時對照的病位就是西南位 一個斜線就像地球的地軸一樣 因為五黃是中的 肚、肚、肚、八白、五黃和二黑 反而地震的問題 第一要小心 如果去到一些地震大旅行 或者公幹就要小心一點 例如我們東北邊有些地方 可能是韓國和日本 日本經常有地震 如果去公幹旅行就要小心一點 萍莉師傅有沒有說 甚麼方法可以讓我們保平安 譬如家裡放些甚麼 或者車裡面又要放些甚麼 凡親犯太歲的動物 公仔圖案 最好少用少掛一點 虎後蛇豬都少用一點 同時我們看太歲位 在東北位 太歲位如果傳統宗教武帝族 有些人會貼太歲符 但是符不是人人都對 但太歲位起碼不要放一些 太過動的物件 但是無奈八百財星位也在太歲位 所以其實東北位放一些不動的水 是會好一點的 好記一些譬如風扇 動的物件在屋中間位 現在大家都知道 疫情是好是壞的 我們當然要繼續防疫 但是在老虎年有甚麼病 我們要特別留意 因為看五旺入了宗 大的疫情爆發是會減低一點 但是因為二黑仍然在西南位 是當旺位 即是說這個疾病 未必完全可以退却 所以大家出門出外 仍然需要謹慎 比較熱帶的地方 比較西方的地方 仍然存在很多疫情 所以都是要謹慎小心 不過傳統我們通常在歷法上 就是一個叫謙元皇帝地武經 地武經裏面它說高下盡皆豐 即是說無論高層次或者低層次 你可以看成高地和低地 都得到豐收 但是在社會上亦都可以分成 無論是做一些科技行業 或者比較傳統行業 新舊經濟體系 應該都是一個豐收的年份 不差的 而春夏水甘潤 即是春天和夏天水頭充足 當然有機會有些颱風有些雨 但整體上是溫和的 而秋冬處處通 通我心裡希望的解說是交通 或者是通關 通關 關於總 currently向秋冬借通 所以在秋冬的時候就處處風 XX XX 属吾地 谷墨亦江东 其实都是讲长江一带 能够有一定的收获 那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蚕丝却半风 更看三秋雷 和到水重重 那就是说 其实那些农作物 都是挺丰收的 人民衰富乐 就是其实人民都很开心 那我们都是很开心 是 但是 陆畜尽租空 那就是说 其实一些比如是禽流感 或者是猪瘟 或者是蜂牛症 和陆畜有关系 甚至乎这种新冠病毒 有机会向一些动物卖手 所以可能引致一些问题出现 这个情况就可能大家要提防一下 原来圈圆皇帝的地武经 当年已经有这样的预测了 那这个时候多谢Hilgo 还有多谢Jessica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我也要多谢晴晴师傅提醒 对 希望大家心上事成 好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身体健康 好